好的 吃點 剛好 我們今天繼續來講以佛所說 本來我上次我還以為說還有三節課 結果教會上次講又少掉一節 好像最後一堂就沒有了 要做什麼事情我忘記 誰來講 那沒關係我們兩節就是 有一點感 因為本來覺得三節可以講完的 現在把它改在兩節 本來三節就有一點感 現在兩節的話就說得更緊湊了 然而有的時候說得更緊湊 你講得快的 你可以很快就講完 可是如果用這種很快的方式 就沒有什麼好講的 就啪啪啪就過去了 那我們看了半毛 反正一向以來都是上帝帶領 上帝帶領我們查經 我們 我也需要很多的禱告 然後這個禮拜剛過去這禮拜 我三天 花了三天帶我女兒去 L.A.U.C.L.A. 她那個入學嘛 所以我們就開車過去 然後去那邊兩天 我這個就準備稍微插了一點 沒關係我們看看我們 繼續講我們今天講的主題 所以上次講到哪裡呢 之前講到說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 二人成為一體 是講到妻子 後來我們講了一些 是有關於做兒女的 你們做兒女的要在主裡 聽從父母 這是理所當然的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在世長壽 這是第一條代應許的誓命 你們做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 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這個就講到了父母跟子女 是不是 這條誓命我們也清楚 這是哪裡的誓命啊 十誓當中的誓命對不對 十誓當中就說你們要 其實這個原話是honors 因為以色列人沒有孝順這個字 我們中文翻譯是翻成孝順 但是在希伯來這個原話 意思是說你要讓父母得到尊榮 其實我們兒女最好能夠做 給父母做的就是讓父母得到尊榮 對不對 你不要出來你說我這個 我反正有錢對不對 我可以孝敬父母給他吃好的穿好的 可是我的錢哪來呢 貪污來的 是這個害人得來的 那你這個父母你會得到 覺得說這兒女孝敬你的嗎 不會嘛 你要有一天你知道 他來供養你這些錢 是貪污來的 是害人得來的 那你會安身嗎 不會的 因為這個錢還有問題是說 因為這個所做的事 所行的事是不義的 那神會怎麼看待這個呢 搞不好就一起處罰的時候 就一起處罰了 不但是處罰這個作惡的那個人 你這個作惡的錢拿去孝順父母 結果父母也會得到這個 也會得到這個報應 所以這個就不是一個孝順 你真的是孝順你要讓父母得到尊榮 讓他在神的面前也能夠做一個榮耀的人 對不對 你榮耀的人包括什麼 你能夠遵行神的旨意在地上行事 行事到了一生到最後 你還能怎麼樣 還能教養出你的兒女出來 這兒女也是在神面前蒙福的 蒙喜悅的 這就是一個家庭最後的目的 其實我們上次稍微講了一些 我們家庭要怎麼樣 要培養出好的下一代出來 我們的下一代不是說我們的這個延伸 不是說他可以有實現我的夢想 我做不到的事情 我希望我的兒女能做到 這不是這個 不是說你要這樣子 我們把兒女當作我的這個操控 木偶我來控制他 這不是的 而是什麼呢 而是我們的神賜給我們產業 我們上次有姐妹好像提到這一句話 我們看一下這句話 詩篇十二章第三節上面這裡 而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 所懷的胎是她所賞 所給的賞賜 那我們來看看這句話到底怎麼講 Lord Children are the heritage of the Lord 這什麼意思 Heritage就是說一個尊榮of the Lord 其實你光是看這個從英文看 我沒有辦法看西伯來文 Heritage of the Lord 從頭到尾講說這個產業就是耶和華的產業 所以兒女不是耶和華賜給你的產業 而是兒女是耶和華把他的產業賜給你 叫你代管 是代管 將來長大以後呢 他會是一個直接属於神的 不是属於你的 我們只是代為管理 希望我們好好的教養他 讓他能夠長大成人 能夠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然後也是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最好是這樣 是不是 那這個容不容易啊 不容易 為什麼不容易 不容易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連我們自己都做不好 你說成為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你自己自問做得很好嗎 大概今天大家各位聽眾姐妹能夠來教會 我們是抱著這個希望去的 我們希望我們做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但是是不是真的做得很好呢 可能還有一點距離 但是也不要灰心上志 因為我們既然能夠來到這裡 有主做我們的中寶 我們還是很有希望的 我們還是不錯的 我們還是不錯的 不是太差 但是也不要想說這個是一個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 甚至從所懷的胎開始 就是神給你的賞賜 我們可以從兒女身上 事實上我們可以得到很多的享受 小孩子你不要看這很麻煩 要照顧要照顧 但是其實小孩子長大的過程 有機會的話多多享受 我想我們這裡的這些 我看一下我們這些弟兄姊妹 大概都一定有點太晚了 可能享受不到他們最可愛的時候 你看我禮拜三就在 就是禮拜二禮拜三就開車去UCLA 把我女兒送到那邊去 她要參加orientation 意思是什麼呢 她大概就剩一個月在家裡了 以後就要在學校了 四年 四年不會這些孩子出去很少回來的 尤其LA也蠻遠的 他們自己沒有什麼能力回不來 你覺得好不容易離開家是 好容易離開家 好 真的他們在那邊的話 他們就是可能四年你就見少離多了 然後四年完了以後呢 你不要想說他四年完以後就回來了 大概不會回來 有男朋友有工作有什麼什麼 或者還要再讀書 我們都不曉得 但是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能夠享受的年紀 就時間就很短很短 所以沒辦法 唉 但是呢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不管你能夠享受多久 這個一定是有限的 他將來一定是要直接面對主 我們父母能夠盡的能夠做的 帶他走到這一步到此為止 好 那我想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很多都有兒女是獨立的對不對 他們已經獨立了 那兒女獨立以後我們要怎麼辦呢 兒女獨立以後我們要怎麼辦 自求多福 還是想要管教他們嗎 對 是 這個正確 因為怎麼講呢 這裡所講的管教 是講到小的時候管教 我們要照著主的教訓來和警戒養育他們 不是照著我的意思 很多人在社會上很多人 他們生養兒女的時候 他們都希望說 唉 我要怎樣 我要把我按照我的期望 來養我的兒女 這個其實是一個比較不正確的做法 我們怎麼能夠按照自己的期望呢 那你按照自己的期望去養你的兒女 我說我有公司 我要養我的兒女來繼承我的公司 或生意對不對 從小就把他做培養這樣 但是我們電視劇也看很多了 這種結果養養養養養到最後 他這個小孩就偏偏長大 能夠獨立的說他就不幹了 我不要繼承我爸的事業 我不要繼承你的生意 他自己一闖 結果就造成很多的這種問題 對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把我們的意志 強加在任何人的身上 你不能強加在你的配偶身上 你也不能夠強加在你的兒女身上 雖然他比如說我們前面講 妻子要順從丈夫 但是丈夫即使是這樣 丈夫也不能把自己意志強加在妻子身上 他只是順服你 他不是說什麼就是他 你要他怎樣就怎樣 不是的他只是順服於你 兒女也是一樣 我們今天以佛所述在這裡五六章兩章交界之處 所講到的三個關係 現在我們講的是兒女對不對 前面我們講過妻子跟丈夫 下面我們會講到主人跟仆人 其實你仔細看這三個連貫起來是什麼東西 有一件東西連貫起來 就是我們一直強調的順服 順服 這三個東西連在一起的 不管你是妻子跟丈夫 不管你是子女跟父母 不管你是說主人跟仆人 都是要應該要有一個順服的關係 所以保羅在這裡一開始講 你們做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 這是理所當然的 子女要順從父母 但是不是無窮無止盡的順從 其實按照以色列人的講法是說 他一旦獨立了以後 他一旦獨立以後 就不再是事事順從了 因為他是獨立的一個家 是有的說子女有供養父母的一個要求 要供養父母 可是事實上你不再是凡事都 因為分家了以後 我們在講到讀那個浪子回頭的故事裡 對不對 他講到說一個爸爸有兩個兒子嗎 大兒子跟小兒子 小兒子他所要求的事情是說 你把我該得的這個產業給我 什麼意思 他就要求現在就要分家 你跟哥哥不分開沒有關係 是你們的事 但是我現在就要分家 我要拿到我的錢我要走 他就不想受這個 不想在這個父親底下 他就走了 這是以色列人他的分家制 一旦分家 他自己對自己負責 父母也不用再養他了 他其實應該是要孝敬父母 但是這個浪子就走掉了 但是呢 只要還在家裡的時候 你就要做兒女的 就要聽從父母 聽從父母 這是理所當然 是一個順服 跟妻子順服丈夫是一樣的道理 然後我們後面有一個是說 做仆人的 做仆人要懼怕戰經 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 這個其實也是順服 也是要求仆人應該要順服主人 主人要做什麼事情 你就按照他所講的去做 你不要想說 哎呀 我主人什麼都不懂 他叫我做這個 哎呀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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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方法太笨了 我不要照他的方法 我要自己做 這個就不是 這個仆人就是亂搞的 亂來的 是不是有可能會做得更好呢 事實上是有可能的 也許這個主人真的是老糊塗了 或者他根本就是外行 他請了一個仆人 其實這個仆人很厲害 那他就自己做了 或許他的結果有可能 不是說完全一定都是壞的 但是按照這個聖經 按照神所交代的這些事情的話 這些命令的話 這個不是好的 你如果是一個仆人 你很厲害 你有新的想法 那你應該跟你的主人溝通 你應該告訴你的主人 我覺得怎麼樣怎麼樣做才好 如果主人同意 聽了以後就很好就照做 像約瑟那時候去給法老 幫忙法老的時候 献什麼祭的時候 他都是跟法老講 你所做的夢是這樣子 那我要這樣做 那法老說那你就這樣做 把全秉都給他 那他就照做 這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說你是一個仆人 你不能說是違背主人的意思 你主人你要管我 我管你這一套 我自己做我的 反正我最後交差就好了 這是不應該的 那其實這三項事情講的都是順服 順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你如果縱觀研究這個事情的話 我告訴你 順服其實 順服的是什麼呢 是權柄嗎 是什麼呢 你說權柄也可以 我們順服的是終極的權柄 什麼意思 神幫你生做兒子 那你就聽爸爸 對不對 是誰的產業 耶和華把他的產業賜給你 所以我今天如果生在這一家 我的父母 父親母親是他們 那我就聽他們的 我不是聽隔壁老王的 我是聽我爸爸跟我媽媽的 我不聽隔壁老王跟王大神的 不聽 為什麼 神沒有把我放在他們家 如果神把我放在他們家 那我就聽他們兩個 不聽這兩個 對不對 主人跟仆人一樣 我不知道在以色列那個時候 在耶穌基督之前那個時候 到底一個人為什麼會成為仆人呢 有很多種原因 有的時候是戰爭 你這個是被打敗仗那個 就賣做仆人 奴隸其實應該這樣講 那既然是經過各種安排 你到了這裡 神把你放在這裡 你就應該做你在這裡該做的事 那該做的事包括你有主人 你就聽主人的 你有父母你就聽父母的 很抱歉 就是最後一點 這邊姐妹很多 就如果你今天神把你放在這裡 你嫁給這個男人 那你就聽他的 你就順服他 真的我以前講順服的時候 很多姐妹其實不同意 他們說那是以前沒有學問 女子沒有學問 女子沒有體力不會賺錢 現在什麼都可以 那是不是不要再這樣講 我們就彼此順服就好了嗎 就不是 我跟你講 其中有一個姐妹 就是傳道人 已經傳道人 她就跟我講 講了很多 她說我們現在 對不對 我們也懂聖經 我們做傳道 我們不會做得比丈夫差 那其實我丈夫應該聽我的 我在這裡頭是 我是祭司這樣一個位置等於說 講了半天 我後來最後跟她講一句話 我說如果神要叫你做頭的話 他就不會把你生做女人 對不對 這個就是你真正你明白這個 為什麼這些順服的 那個源頭來源是什麼 神把我們每一個人放在社會上 各個地位各個角落 那你在這裡你就做你該做的事情 聖經有教導 有沒有 有一些特例是你的這個能力超過你丈夫 你的這個 甚至聖經的知識都超過你丈夫 你可以做得比他更好 但是呢 神如果說他真的要用你做一個大牧人 多大了不起的傳道人 那他會把你生做一個男人 你就可以做這些事情 他今天要你做在這裡 你怎麼知道 不是要你去順服你的丈夫呢 以前有一個這個很老的這個 我現在忘了一時之間 想到他的臉 但是想不起他的名字 一個英國的一個老先生 九十幾歲 前幾年剛走 一百多歲的 大家知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David Bo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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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講了一次 他就很多地方講這個故事 他說他到處去教會去講演講這些事情 有一次他到一個教會 講完了以後呢 有一個姐妹來找他 這個姐妹是個教會的職士 做到職士了 那應該是不錯的 他丈夫呢 他就是剛性而已 不是很 就是對聖經也不熟 也就是說 等於還在這個目道階段 因為他的太太是教會的職士 他就好像有的時候參加 有的時候不參加這樣比較游離的 這個姐妹就跑來問一個問題 問David Boson問題 然後David Boson不知道為什麼有感動 就是說你丈夫呢 我丈夫他沒有辦法解答我的問題 因為他出信而已 出信而已 David Boson就說 我有一個感動 你這個問題 你拿回去問你的丈夫 姐妹說他哪懂啊 他根本對聖經就不熟 就講了一大堆不肯 可是David Boson聽到這個答案的時候 他更肯定說你應該去問你的丈夫 他就從David Boson那邊得不到問題 得不到答案 他就回家 後來他真的本來也不想問的 問也是白問 這個人什麼哪裡懂聖經 後來沒有辦法 他想還是順服 因為這個是牧師教我做的對不對 他就跟他問他丈夫的問題 他問他丈夫確實是一開始答不上來 他說你讓我想想 他也學過聖經嗎 他就回去想想看 過兩天給了一個答案 雖然不是好像說是這麼屬靈的答案 但是確實是用過心思 好像也是一個很好的答案 那後來怎麼辦 怎麼樣發生什麼事呢 David Boson在四年以後 又回到那個教會在演講的時候 然後那個姐妹又回來找他 他就問這個David說 牧師你記得我嗎 他說我不記得 他說我在幾年前曾經來問你一個問題 你叫我回去問我的丈夫 David說我記得 我記得你是那位來問我問題 當時我有感動就叫你回去問你的丈夫 現在怎麼樣了呢 他說牧師我非常感謝你 因為我丈夫從那個以後 問到這問題以後 他發現聖經裡面有很多可以值得思考的 他專心的研究聖經 他花很多時間研究聖經 現在坦白說他的屬靈已經高過我很多很多 你看這個就是這樣 有的時候神做奇妙的工作 你不要覺得說我丈夫不如我 我什麼我丈夫他哪懂聖經 也不見得 神既然把他放作你的丈夫這個位分上 你放在一個作為太太的位分上 你要順服的話你就必定蒙福 這是神的奇妙的安排 所以子女我們當子女的話 通常很少會去挑戰你父母 所以問題不多 但是做仆人的時候呢 我們常常會有各樣的意見 尤其你看像我 像我說實在話我也 我犯過這個錯誤很多很多 因為我覺得我比我老闆厲害 我比我老闆懂得多 他為什麼要來做 他只是跟神 他年紀比我長幾歲 跟那些創始人關係比較好 什麼什麼反正各種理由 後來我在解釋這個經文的時候 我在解經的時候 我就講一件事情 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你知道這個仆人跟主人 他是因為比如說是打敗仗 被賣做奴隸你就聽這個主人 或是說你出身比較微寒對不對 你父母就從小把你賣給這樣 當長工這樣賣給主人 那你是必須聽從的你是終身的 而我們在矽谷這邊這種關係 我覺得好像你說每個上班的人 都要懼怕佔盡用誠實的心 聽你從你們肉身的主人 好像有點過了 因為我們只是過來某一份薪水 我們不是嚴格意義上來講 這邊這種的仆人 我們比較像雇工 就是說這個農場的主人 他要收成的時候 他要雇很多工人 那就一千一個銀錢這樣 比如說這樣對不對 這種我們必要像雇工 所以我們既然是雇來工作 那我們把工作做好 當你在做工作的時候 你也是要想說 你不要只是好像說敷衍敷衍潮 對這個事情在任何的工作上 任何的這個 不管有什麼從屬關係裡面 你來做事 基督徒來做事 你就應該把事情做得好好的 你不要做個草率敷衍的人 做草率敷衍的人 不只是說說是對不起你的老闆 其實是對不起你自己 真的 我們如果做任何事情 如果草率敷衍 很多人最後都是對不起自己 就有一個建築工人 他在一個建築公司待了很久 然後他知道他那個國家 法定退休年齡60歲 他已經59歲多了 59歲多了 然後他說我明年就要退休了 我的老闆 他以前是做一個很好的手藝人 他做工什麼手藝都蠻好的 他做的房子也是結實耐用 然後他說我為你們公司 這樣賣命這麼久 你就什麼 你就給我這麼一點點小錢對不對 也贏了一輩子 現在59歲了 以後我要靠自己 我馬上就要60歲了 這個老闆沒有想說他 那個員工快要退休了 對不對 然後跑來 來來來你負責 這個有一個工作緊急的 你趕快做 老闆我還有不到半年就退休了 這房子要蓋半年 我可能蓋不完 你就做 趕快 這是極見 就叫他去做 他越想越不對 我都快退休了 你老闆這個時候壓榨到最後一分鐘 這跟這個老闆真的是周八題 他就很不爽 很不爽以後他做 他就想說 反正我半年後退休 你也找不到我了 我就隨便做 他真的就隨便做 趕工嘛 隨便做完以後 教了做完了 終於在他退休前兩三天退休 就把房子完工了 他就把房子說老闆你來看驗收一下 老闆就帶了全公司的人來驗收 他一看這奇怪 以前驗收老闆自己來 這為什麼全公司的人都來驗收呢 老闆就在那邊帶大家看這個房子 然後說某某啊 你在我們公司工作了三十多年 你今天在 今天你要退休 我們沒有什麼禮物好送你的 所以公司就決定把這個房子送給你 你自己建的工 是不是 那他想說 哇我以前蓋的每一棟房子都很好 這這一棟是最差的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 有的時候不要講說 我們不要把眼前的這個事情敷衍一下做好 不是為了討人喜歡 你表面弄得很漂亮裡頭亂七八糟 對不對 你這個這樣是不行的 你就應該要做好 不是只有眼前侍奉 你要你要好像說 哎神在看著我做事 我們做事呢 不僅僅是為自己啊 不僅僅是為老闆 也是為神 為什麼 我們今天做一個基督徒 老闆知道你是基督徒 同事知道你是基督徒 如果你在工作的時候 你一直做那個災難屋的那種事情 那人家會怎麼想基督徒啊 人家還說 哎呀就像你這樣子還基督徒呢 一點都看不到這個上帝跟你什麼榮耀這樣 所以我們榮耀 你要孝敬父母 你 honor 你的父母 榮耀是怎麼贈來的呢 榮耀就是要做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做好這些事情 好 我們再看 雖然我們對於講這個是對大家有點晚 但是我後來發現我的YouTube這邊 也蠻多人聽這個主日學講到的 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們要 有人要把那個門關一下好了 那 怎麼樣才能夠 為什麼做父母的要教訓兒女呢 其實做父母的要教訓兒女 我們可以看看哪裡 有一點經文 這裡講 講了兩件事情 真言十三章二十四節說 你不忍用仗打兒子的是恨無奈 你疼愛兒子的隨時管教 你疼愛兒子 結果你要打他 其實以色列這個文化 它是允許體罰的 不像在美國現在 雖然你拼了以後 你不要回去 就說我可以打小孩 不行 在美國是不能提罰的 美國你可以叫它罰蹲 你不能出去 grounded 你扣零用錢 你在房間 蹲牆腳 比較小的孩子就叫蹲牆腳 這都可以 但不能體罰 但是 在以色列那個時代是可以體罰 我們在以前在台灣的時候 中國人大概都可以體罰 體罰不是說 其實體罰真的打的時候 你要看那個心態 體罰可以輕可以重 有的體罰有人體罰太狠太重 甚至把兒子都怎麼講打殘 當然這個你看看我們剛剛看那個經文 講一件事蠻重要的 不要惹兒女的氣 不要惹兒女的氣 在哥羅西書裡面有講一件事 就是說差不多一樣的經文 哥羅西書三章二十一節 你們做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 為什麼 哥羅西書給的答案 以波手書沒有 都是同一時期寫 我不知道為什麼保羅沒有把那句放在這裡 他說你不要惹兒女的氣 恐怕他們失了志氣 是一個人長大的時候 你有的時候你要有一口氣在 我能夠做什麼 我會是什麼樣一個人 如果小時候 比如說你體罰太重 你把孩子打壞 有啊 有父母下手太狠 讓孩子落下殘疾 還有聽說就更慘的就是 失手打死 對不對 可以體罰 但是呢 體罰是不可以過頭的 你不要打他打得失了志氣 比如說有的 我不曉得 我覺得這個在美國 你是看不到這種對小孩 但你有人對貓對狗 就是這樣 有的狗 他到家的時候被主人打得真是太慘 他做什麼都是打 讓他不知道該做什麼 所以他乾脆什麼都不做 就整天就盯著主人 主人到哪裡 他就畏畏縮縮縮有這種狗 那他就已經失了志氣 這狗已經沒有志氣了 壞人來他也不會叫 因為他看到是一個人來 他都心想我會被打 他就不敢去叫 這狗就沒有用了 孩子也是一樣 孩子如果你讓他畏首畏尾 有的孩子 其實我們到孩子到了初中高中以後 那有的孩子呢 你叫他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說爸爸怎麼做 然後問一大堆問題 他不敢去做 什麼事都 但有的孩子相反 你叫他說拿錢去買東西 他拿了錢就跑掉 馬上去那邊跟那個商家 買東西的時候還挑三減四 十幾歲的孩子 能夠對這個產品挑來挑去 講出他的好壞 那是蠻不錯的孩子 有的孩子 到了老闆面前以後 多少錢 他只敢問 然後就給錢 然後什麼都不敢講 老闆如果說 給他的份量少 他也不敢講 為什麼 他怕大人 他覺得大人都是權威 大人都可以管小孩 所以老闆拿個壞的東西給他 比如說你要買個蘋果 都裝幾個爛蘋果 他也不敢講 回去又被爸爸罵 對不對 所以這個 這個就失了志氣 所以不要讓孩子失了志氣 你要看到這兩個孩子 你會寧願想要那個 能夠講出道理 挑三解四 能夠自己做主 那種 你是培養他長大 所以我們養孩子 養孩子 甚至有的時候 為什麼要打罵呢 那個是為他好 為他能夠成長 能夠獨立出來 能夠獨立出來 做正確的事 做有用的人 目的不是這樣子嗎 所以你可以管教 但是你的管教 應該是按照 你看 你不要惹你的氣 你要照著主的教訓 和警戒來養育他們 給你看一個經文 真言 好像第四章 種子啊你要聽你父親的教訓 留心得知聰明 如果給你們的是好教訓 不可離棄有的法則 這個講的呢 第四節 父親教訓我說 這個其實沒有關係 他講的說真言給人的教訓 神給人的教訓 我們很好 如果說你要教養兒女的話 你自己應該俗讀真言 你自己應該知道 什麼教訓是神給我們的 我們也照樣教訓我們的人 第四章這樣 第五章就開始告訴你說 他這個教訓很奇怪 第一件事情 不要做寶 不要做寶 真言第五章就這樣 不要做寶 對 你弟弟要做什麼大生意 他想去跟人家借錢 或你的好朋友 他想跟人家借錢 他說人家看他 你沒有房沒有車 你又沒做過經驗 我不借錢給你 他說沒有 我有一個哥 我有一個哥在哪裡 他在 他年紀長了 有房子有車子 我拉他來做寶 人家一看你做寶了 他就把錢借給你一個弟了 對不對 你想說哎呀 做寶嘛 就簽個字而已對不對 每次還錢 他還 我不還對不對 該付利息 他付利息 你該還本金 他還本金 我跟我一點事都沒有 好像我只是簽一個字 非常容易 對不對 他還利息 每個月付利息他付的 最後還本金他還的 好像真的很簡單 可是我告訴你啊 做寶那個人如果出事 他失敗了 不要講說失敗 有的時候做那個生意 根本就是他被人家詐騙了 對不對 現在有生意非常非常好的 投資一百萬 每個月一年可以賺三十萬那種 這麼好的生意 聽過沒有 我告訴你 我現在常常聽到這種啊 都這個介紹說這個投資很厲害 怎樣 介紹一大堆 都是騙子 他就是 對 這個弟弟 這個小弟 他聽到這個事 他覺得可以賺錢 他找人借錢 拉你去做寶 最後他想要領錢的時候 一毛都領不出來 欸 我借了一百萬 我一年到我應該有一百三十萬 結果他想去領的時候 一毛都領不出來 那他怎麼辦 他跑路 他跑路這個 這個本金誰還啊 啊 那個做寶的人要還 所以問題就跟你講 你不要做寶 所以真言的教訓 第一條 教訓人第一條不要做寶 智慧聰明 智慧聰明 第二條就告訴你說 你不要怠惰 不要懶惰 你懶惰 那個 他說什麼 貧窮就像那個強盜一樣 帶著刀刃就追上你 對 你看真言其實就是這樣 真言很好 第三件事情是嗎 不要 遠離淫婦 意思說你需要娶個好老婆 你不要被人家那個 被人家這種騙走 所以你看真言其實我覺得值得一看 你要做父母 你不知道該怎麼樣教育孩子的話 其實教育孩子不是說在於 教他什麼技能啊 技巧啊怎麼樣賺錢 不是在於那些 第一件要教育他的 照著主的教訓 很警戒養育他們 第一件是教他們做人 教會他們這個社會上一些險惡的事情 你不要在做寶那邊得大根 摘個大根頭 你不要變成一個懶惰的人 你不要你找了一個淫婦 對不起啊 就是女生的話就找一個這種 渣男或什麼 對 一樣啊 可能所有的你的青春 你的這個錢財都可能被騙走 不要在這個大事上 你看 不要在大事上摘根頭 你的一生不會差到哪裡去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主的教訓好不好 非常好 我們應該要叫我們子女的 好 我們可以留什麼給我們子女呢 善人給子孫遺留產業 罪人為一人積存之財 你可以拿很多的錢給你的子女 但如果他不是一個善人 他是他將來作惡的話 這個錢呢 他一定留不住 神的這個法則 我們想給這個子孫遺留財產 最重要的一條財產 就是讓他認識這個社會 讓他知道的是 他能夠在社會上生活 他能夠看穿人心的險惡 這樣一個小孩從小小的 從完全信任父母 完全信任家裡的人 到出去面對社會的時候 面對各樣的險惡 他必須要學會這個 所以我們能夠教導子女最好的 就是你讓他認識那些 然後叫他你要為善 不要為惡 你為惡的話 你就算累積了什麼資產 你說我賺了幾億 我留給我的子女 你賺的錢越多你越害他 真的 他有更多的錢 他就是那些騙子啊 小偷啊這些目標 你反而是害了他 不要傳給子女這些錢財 要傳給子女你的這個知識 還要敬畏神的心 你把這個傳給他 他有知識有這個聰明有智慧 然後又能敬畏神 將來不管遇到什麼事 他可以有聰明跟智慧 所以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難 對不對 真的遇到困難的時候呢 還有神可以幫他 這樣這個孩子就穩了 這樣子真的穩了 你不要 誰就是 我只要傳給我兒子女兒錢就行了 錢沒有用 錢沒有用 好啦 真的是時間不多 只有兩節要趕快趕工啊 好 那我們做事 我們做事要盡心盡意 不要是應付表面的 不能只是應付表面 那你要知道為什麼呢 他這裡就告訴你 保羅講這個啊 從這裡第七節 你要為什麼要甘心事奉 好像事奉主不像事奉 你要不要在眼前事奉 像討人喜歡 要像基督的仆人 你為什麼呢 因為個人所行的善事 不管是你自己做的 還是你為你主人做的 當你做得好的時候 其實這個善事應該叫good thing 好的事 不是說只是周祭而已 你做任何事你做得好 你在對於這個人類 對於這個社會 對於神國有幫助的 都是好事 你是做奴隸的 你是自主的 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賞賜 是嗎 我工資不是我的老闆發給我的嗎 對工資是老闆發給你的 但是你最終的賞賜 老闆也不能發給你 你做了工 做了工 然後得了工資 但是得工資之外呢 我們人生難道就是為了 得一點工資然後吃喝嗎 不是啊 人老了年紀大了 你這個你存的錢 是能夠提供你吃喝 但是我們真的是到那個時候 我們真的是擔心吃喝嗎 可能各位在座的各位年紀都已經蠻長了 對不對 有一些年輕的 但是其實大部分年紀都蠻長 我們在地上最擔心的是吃喝嗎 是錢財嗎 是啊 有人會擔心吃喝 也有人會考慮到我能不能住到房子 但是我們最擔心的是 我們在地上究竟這個日子怎麼過 怎麼活下去 對不對 這是一個擔心 但這個擔心呢 還不如 因為我們講 每個人都必須要死 我的身體健康重要很重要 但是我的身體再怎麼健康 我還能夠健康多久呢 有人就 有一次就有人祝 祝你長命百歲 好不好 長命百歲好不好 不好 唉呦你們這些人真是 還不好 我覺得長命百歲不錯了 長命百歲不好 你想活多少 這叫非常不成活活不好 OK好 這是我的慕容 行行行 但是我當時我聽了一句 我就回他一句 假如說我真的到一百歲 Lang what 我到了一百歲 我活到一百歲 然後呢 我是不是你要祝我長命兩百歲啊 沒有人可以祝人長命兩百歲 對不對 人都必須要死 長命很好 但是呢 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對吧 活到一百歲又怎樣 然後你也不可能活到兩百歲的 所以就到頭了 所以呢 最重要的是 是看主怎麼看你 為什麼 人都必終有一死 死後要有審判 死後要審判 什麼叫審判呢 審判呢 就是人 這個主啊 神把你拎來到前面 看看你這一生的價值 不是說看你有什麼錯 很多人都以為說 因為受到這個中世紀天主教的影響 很多人說審判就是看你這一生做什麼多少錯事 哪裡不對 這裡不對 那裡不對 全部都是話差的 不是 神的審判更像是一個evaluation 評估你啊 把你抓到前面評估一下 對我們會犯錯 但是耶穌也為我們做中保 然後之後你還要做了什麼好的事情 你作為一個人 你的價值在哪裡 我們每一個人到最後受審判的時候 不只是做壞事 你的價值在哪裡 那你價值 我說我為國家做什麼事情 我賺了多少錢 上帝就問你說那些錢在哪裡 你環顧一看不在這裡 說不上來 但如果說你的價值是 我教養了好的兒女 他們都很信主 現在都在做牧師 哇這個神可能就 臉上露出笑容 對不對 所以你的價值究竟是哪 我說我賺了一億兩億 我替國家做什麼事 那些在哪裡啊 都沒有都不能帶到審判台前 但如果說你教養了子女 這是一種 另外就是說我幫助很多人 這些人在世上還活著 他們都做了很多事情 他們目前還在幫助別人 哇 那你的價值越來越大 對不對 你不是說只有做 只是說我賺多少錢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們一定要把這價值觀 神怎麼看人的價值觀搞清楚 你把神看人的價值觀搞清楚 你去面對審判的時候 你就不會心裡那麼慌 一天到晚想了我做什麼錯事 神會不會說你今天 你算賬算錯錢 你虧欠某某商店老闆幾塊錢 神不會跟你算這個 神就跟你算你的生命有多少價值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是這樣的 我們真的是 我們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賞賜 所以我們要有信心 我們多做一些 有時候在教會裡 多做一些事情不見得是吃虧 多做一些事情 你說沒有人看見 誰都沒有看見 但是呢 主知道 主知道 好 第九節 最後差不多了 你們做主人的 代仆人也是一樣 你不要以為你今世 你當了主人 你當了父母 或是說你今天是一個丈夫 你可以要求你妻子順服 一輩子到了 對不對 尤其這個婚姻是到死才能分開 所以你可能要求你這個妻子 一事順從你 你不要這樣想 因為神把你放在那個位分 還記得說我們講說 順服的來源是什麼 是神把你放在那邊位分 他把你放在那個位分 也是有他的要求的 你要顯出 他把你放在那個位分的價值 如果你今天放在那邊 你一世人 你沒有做什麼好的價值 沒有替神顯出什麼價值的 你就白佔地圖 你不節國子 這個是到審判的時候 你還想得上次 不得責罰就不錯了 所以那些做威做福的主人 有的以前主人真的 不好就把你賣掉 對不對 像是現在其實做公司老闆也是 公司業績不好 其實有的時候甚至都不是業績不好 他只是經濟不好 對不對 Earning上要少個幾毛錢 他們就非常非常的計較 然後經濟環境不好 lay off 現在人真的是做主人的 也沒什麼良心 很多大公司有沒有 我們最近這一陣子 我真的聽了很多弟兄姐妹說 擔心lay off 你為什麼要你員工這麼擔心呢 為了只是那一點盈利呢 為了只是擔心我 我這個盈利 我cost降低了 我的股票EPS就變高了 我就可以股價上漲 這老闆也是沒有良心的 但是怎麼辦呢 沒辦法 現在就是在這裡 可是將來到主的面前 你是一個威惑 威惑仆人的主人 神也知道 你害多少家庭對不對 他們失去工作 他們過得很困苦 甚至有什麼造出什麼問題 你做這樣的主人 你是會受審判的 所以今天我們如果在這邊 有一些企業主在聽的話 你其實你要想想看 我們對員工也是有責 他是依靠我們的 他順服你 但你也要照顧他 對不對 我們跟他們是一樣的 你不管是做主人做仆人的 都是一樣 為什麼 我們都是人 都是人 都是來這個地上來過一世的 你跟他沒有差別 不會說他是老闆 就是因為神就特別給他一個class 讓他 坐飛機就坐便師class 然後在地上就坐老闆class 不是這樣的 我們都是一樣 都是神所造的人 我們在天上共有一位主人 他不偏待人 雖然有把你放在這裡 有把你放在那裡 但是我們來這個世上 都是一樣 做一世人 這一世人呢 就展現你的價值 你做一個人 一生到底有什麼價值 你就在這一世好好表現 我以前講傳道書的時候也講過 傳道書就告訴我們說 人有還未出生的人 還未出生就是人了 在世上的活人 已經死了的人 這三都是人 他說 但是我們在 我們能夠表現出來的 表現我們價值 就是我們這一世活的 他沒有生出來他不能表現 他已經死了 他在那邊等待審判 只有我們這一世 我們到地上 我們是有機會表現的 你的表現呢 到時候審判就是根據你這一世所做的事情 如果你是一個害人的 或是那種壞的 那你一定是得到報仇 得到什麼 你是幫助人的 你是害人的 一定都知道 按照什麼審判 按照主已經告訴我們的話 主將話語早就賜給我們了 從摩西亞律法開始 就告訴你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律法不是只是管著你們的 律法是賜下來是一個標準 讓你看看你自己離這個標準差多遠 律法讓人知善惡 所以我們會被接受審判 好 這個就是六章的前部 所以到了這裡前面講九節對不對 第十節 第十節但是要下次才講 我先講一點點 你們到了末了 你們要靠著主 依賴他的大能大力做剛強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軍裝 就能抵擋魔鬼的軌跡 哎呀前面講完了做人做基督徒 這一堆事情 要教你怎麼樣做一個好人 下來告訴你一件事情 一個事實是我們所看不到我們不知道的 我們是世上我們有主在天上 我們信了耶穌我們做主的仆人 但是世上還有另外一種 還有另外一種 這是哪一種呢 就是魔鬼 所以你想的我們是來世上表現的 如果是農夫 你就面對一片土 面對水就這樣耕種耕種 做這個事就很簡單對不對 你就種多少東西就得多少收成 但是這個世界並不是這麼簡單 世界呢 你就算是你是基督徒 你也會有面對魔鬼的時候 而且魔鬼他是有詭計的 他是很厲害的 所以我們下禮拜就要講這個 下禮拜是最後一節了 就講這個 最後這個最後一堂課了 所以呢 我想以佛所說 我們也是趕工啊 就快點把他講完 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就到這裡 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可以問 要不然就下課了 OK 下次再見 拜拜